也就算是过去了 过去之后呢 过去之后我就发现 他做的事有点太极端 让我接受不了 他做什么极端的事啊 就有一次吧 他拿着我的手机 跟他看我的聊天记录 还登陆那个营业厅的官网 直接把我的通话记录 都给调出来 然后对着上面的电话 一个一个打 打完之后我就不乐意了 我就跟他吵嘛 然后他一气之下 就直接说要跳楼 那我能真跳楼吗 我傻呀 我还真跳下去 那你不就没媳妇 你打一辈子跟我吧 为什么你跳下去 他打一辈子光棍呢 那还找得着媳妇吗 不是还有那个女生的吗 我觉得我长得比他漂亮 那你干嘛还查他的那个 那他觉得我极端 我还觉得他极端 他有好几次都想动手打我 打没打 想打但是没打 想打但是没打 接着说接着说 那又怎么极端了呢 那我们就又去做兼职嘛 就是因为那个工作看法不同 他就跟我起了争执 我就说我生气了 你别说了 他一直那叨叨叨 说个不停 我当时就生气 推他 他怎么做的 他直接把我推到地上了 那九十年当时是这样的 他就推了我一下 我就差点被车给撞到了 你知道吗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 我就推了他一下 把他推倒 然后我也没管他 我就走了 那地上那么凉 你就走了 你介意的是地上凉 不是他推你是吗 姑娘 哎呀 是对 我是跟不上 我这脑细胞真跟不上你了 来来来来 我试着跟一下 来来来 还有一次吧 就是我们两个出去玩 他就一直在玩手机打游戏 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说跟他说 你能不能陪我会儿 他当时大吼大吼 他说你给我过来 然后抬手就露起我脖子 我当时也是生气吗 不是 那当时发生了什么呀 就在玩手机 怎么突然就跳到搂脖子了呢 我没听懂 他就看我在那玩游戏嘛 你在那玩游戏 然后呢 然后他就生气了 他生气了 就直接给我抢了过去把手机 他把你手机抢了 然后就在那捣乱嘛 然后你呢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本来想吓唬他一下的 但是我就搂在他的脖子嘛 反正在气头上是吧 对对 那你气头上也不能勒我呀 然后我给你盗窃了呀 这不就过去了吗 那你给我盗窃了 我就因为就所有的事情 都没有安全感到吧 然后我就跟他说 要么就分手 要么就订婚 他也觉得我俩谈了好几个 要不就分手 要不就什么 订婚 所以订婚是你提出来的是吧 他勒完你之后 你对他说 我就是逼着 要不然就分手 要不然就订婚 我当时就说的 我就生气说的 你好有勇气呀 你就订了 就因为这么多事情 而且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也差不多应该了 订婚之后 是不是好点了 姑娘 没有 就是他变得更加严重了 更加严重 都哪些事严重呢 你给我们说说 订婚的时候 他父母给了财礼钱 就冲到那个银行卡里面了 刚开始绑定的是他的手机号 后来我一买东西 他手机就提醒 他就问我这些钱 花哪去了 能不能少花点 我就特别生气 这个我肯定要管 订婚的财礼钱 本来就是我家里借的 就不是我家的 然后我肯定要让你少花一点 那钱是不是我的 我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那你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你想过以后吗 再说我也没有花过你的钱 你怎么没花过我的钱 你当时还想着 把那个财礼钱 还那个重业金贷款呢 那我也没有还 我花你的钱 不都是还你了吗 你花我的钱 怎么不还给我了 那我能跟别人一样吗 我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是他什么人 来就刚才说 我就说我是他未婚妻 你跟别人一样吗 对他来说 我觉得也不一样 不一样你还不考虑他的感受 你上学都要用助学金上学 你那彩礼钱还不 踏踏实实拿着 你还乱花 你不 不是我也没乱花 就是主要是 我一块钱 他就问我 花的每一分钱都去哪 你是他什么人 未婚妻 行吧 接着说吧 他老是听他妈的话 也感觉到根本就不重视我 本来说结婚的事 我妈就跟他说 让他那个付首付的钱 然后他妈就不愿意 说那个彩礼钱都是借的 他跟我们家说 要么就这样吧 要么就算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什么态度 他当时就跟他妈的态度是一样的 那我妈说的话 对的我肯定要听 那你光说我了 那你的订婚前后 你也没有什么改变啊 你已经在严重 限制我和别人的正常交往了 你知道吗 就有一次吧 我带了一个高二的女生 跟家教 然后他知道了可好 直接给那女生 家长打电话 说 不要让我男朋友去带了 你和这两人怎么理解 他跟那个女生 你说带家教 怎么跟他聊得那么好 他不是他学生吗 但是他妈那时候 给他电话 要不那个什么 我对你看得挺好的 觉得你这个人挺好的 还说 要不可是不是 再给你加一点 然后我就觉得 这是招商的女性吗 他觉得是在招商门女婿 哎呀 这小醋坛子啊 所以今天你们俩来 是干嘛的 我就想看能不能改变他 你来干嘛 我就觉得他做事 有点极端 没有给我足够的空间 所以我也想让他 做一些改变 行 我来